欢迎大家收看消费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 Noor Brands和前首席执行官误导投资者 拜登计划在五年内出售三个石油和天然气租赁权 引起了气候倡导者的愤怒 政府停摆和劳工罢工可能会对美国消费者的态度产生影响 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有关公司趋势披露的案件 观察这个领域奢侈万表的繁荣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 Noor Brands和前首席执行官误导投资者 路透社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指控Noor Brands及其前首席执行官 Michael Polk在销售方面误导投资者 根据和解协议 Neo和Polk同意分别支付1250万美元 和11.1万美元的民事罚款 但不承认或否认SEC的调查结果 SEC指控Neo和Polk采取行动 以不准确的反映实际销售趋势的方式 增加了公司公开披露的销售增长 这是投资者无法获得Neo销售业绩的准确图片 拜登计划在五年内 出售三个石油和天然气租赁权 引起了气候倡导者的愤怒 为报 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出售多达三个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租赁权 根据8月27日发布的计划 该提案将管理潜在的销售活动 直到2028年底 明年不会进行任何拍卖 这是自1980年该计划开始以来 租赁销售数量最少的一次 然而气候倡导者批评该提案 并表示这一计划 仍将导致未来几十年的石油生产 政府停摆和劳工罢工 可能会对美国消费者的态度产生影响 CNN 密歇根大学最新的消费者情绪调查显示 美国人对潜在的政府停摆 和持续的劳工罢工越来越担忧 该调查显示 9月份消费者情绪指数下降了1.4个指数点 表明消费者对经济未来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感到不确定 美国人对未来一年的通胀率也有较低的预期 本月为3.2% 而上个月为3.5% 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有关公司趋势披露的案件 路透社 美国最高法院已同意考虑 股东是否可以起诉公司欺诈行为 当公司未披露可能影响其利润的趋势时 该案涉及对对冲基金Molab Partners 对麦格里基础设施的诉讼 Molab指控麦格里为披露 其收入因2016年至2018年 国际高流燃油淘汰计划而面临风险 麦格里对法院支持Molab的下级法院判决提出上诉 称其与早前的一项判决相冲突 即股东不能就违反披露规则提起诉讼 观察这个领域奢侈万表的繁荣 悉尼先驱晨报 豪华手表品牌正在悉尼和墨尔本的关键地点 开设旗舰店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 手表不仅在时尚界很受欢迎 也被视为投资工具 一些劳力士手表的等待时间长达6个月 在Nightfriend财富报告的豪华投资指数中 手表排名第三 仅次于汽车和艺术品 销售额增长了18% 澳大利亚的豪华零售业去年增长率为9.5% 市场规模达到了2022年的47亿澳元35亿美元 阿尔伯玛尔公司将支付超过2.18亿美元 以解决贿赂调查 华尔街日报 化学公司Albermere Court同意支付1.1亿美元罚款 以解决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指控 该公司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政府官员行贿 以获取和保留化学催化剂业务 Albermere在2018年向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自行披露了这些付款 该公司从这一腐败计划中获得9,850万美元的利润 此前曾表示预计将支付2.185亿美元的罚款 美国消费者支出在8月份上升 基本通胀放缓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美国消费者支出在8月份增长了0.4% 而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价格涨幅 则放缓至不到4%的年增长率 这些数据表明 潜在的通胀压力正在减弱 这将受到美联储的欢迎 上周 美联储将利率保持稳定 但自2022年3月以来已经上调了525个基点的利率 消费者机构计划禁止将医疗债务列入信用报告 纽约时报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正在制定新规定 防止未偿付的医疗债务出现在信用报告中 这一举措将帮助那些因医疗费用而苦苦挣扎的人们 获得贷款、工作和住房的资格 包括科罗拉多在内的一些州已经采取行动 清除信用报告中的医疗债务 研究表明 与信用卡、抵押贷款或其他债务相比 医疗费用对未来偿还风险的预测性较低 这部分是因为医疗债务通常是不计划的 也因为医疗账单往往很复杂 账单上的错误很常见 提供者和保险公司之间对保险范围的争议也很常见 在某些情况下 债务收集机构可能利用信用受损的前景来迫使患者支付他们实际上并不欠款的虚假或错误的医疗账单 拟医的变更不会消除医疗债务 但从信用报告中删除医疗债务将有助于保护患者免受未偿付医疗收藏品对其信用历史的负面影响 店铺盗窃的代价越来越高了 金融时报 主要零售商包括塔吉特和约翰、刘易斯 报告称有组织的零售盗窃和店铺抢劫案件有所增加 一些商店因此关闭 美国连锁店塔吉特宣布将关闭包括纽约和旧金山在内的9家门店 原因是盗窃和有组织的零售犯罪对员工和顾客构成威胁 约翰、刘易斯的主席将店铺抢劫描述为流行病 而合作超市连锁公司警告称 反复发生的抢劫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受到破坏 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估计 包括员工和顾客盗窃在内的货品损失去年达到1,120亿美元 美国8月份消费者支出增长 基本通胀放缓 路透社 美国消费者支出在8月份增加 但基础通胀有所放缓 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年涨幅降至4.0%以下 上个月消费者支出增长了0.4% 反映出价格上涨 特别是汽油价格上涨 根据个人消费支出 PCE价格指数 8月份通胀上涨了0.4% 但基础通胀压力正在减弱 除食品和能源外 PCE价格指数增长了0.1% 核心 PCE价格指数同比增长了3.9% 美联储追踪 PCE价格指数已实现其2%的通胀目标 美国计划大幅减少海上石油和天然气拍卖 路透社 拜登政府已公布计划 将减少联邦水域的石油和天然气拍卖 到2029年在墨西哥湾最多只进行三次拍卖 这一计划符合拜登承诺在2050年前使美国经济脱炭的目标 然而 这一决定令利安钻探行业和环保人士感到失望 他们认为应该停止租赁以应对气候变化 墨西哥湾产出美国15%的缘油 国际能源署此前曾警告 为了避免全球变暖的最严重影响 新的化石燃料投资需要停止 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测量指标在8月份有所降温 纽约时报 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是美联储用来确定其通胀目标的指标 8月份同比上涨3.5% 月高于7月份的3.4% 然而核心通胀指标不包括波动较大的食品和燃料成本 从7月份的4.3%降至3.9% 仅比上个月增长了0.1% 这对于美联储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提高利率已试图放缓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胀 官员们已经暗示 为了确保通胀可持续地回归正常水平 利率可能需要保持较高水平更长时间 美联储的基准通胀指标 在8月份下降了 CNN 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指数 在截至8月的12个月内上涨了3.9% 这是两年来最低的年度增幅 使通胀更接近美联储的2%目标 按月计算 核心PCE指数增长了0.1% 总体PCE指数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从7月份增长了0.4% 年度增幅为3.5% 主要是由于汽油价格上涨 报告还显示 消费支出增速放缓 8月份收入增长了0.4% 拜登政府计划创纪录的减少海上钻探租赁数量 金融时报 拜登政府宣布计划在未来5年内举行创纪录的少量海上租赁销售 令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感到失望 根据政府计划的最终条款 从2025年到2029年 墨西哥湾只计划进行三次租赁销售 这比特朗普政府最初提出的最多47次租赁销售的计划要低得多 环保活动人士也批评了这一计划 称其为错失的机会 无法最大程度的减少未来的钻探活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Ryu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和全球的新闻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些新闻的要点 首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指控Nual Brands和其前首席执行官Michael Polk 在销售方面误导投资者 这将对投资者信心和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五年内 大幅减少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租赁 引起了气候倡导者的不满 这一举措符合拜登政府实现经济脱碳目标的承诺 但也对石油行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此外 政府停摆和劳工罢工可能会对美国消费者态度产生影响 消费者对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越来越担忧 这可能会对消费者支出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 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有关公司趋势披露的案件 这是一个关于股东是否可以起诉公司欺诈行为的重要案件 结果将对未来的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在其他领域 奢侈万表的需求不断增长 成为一种投资工具 同时 阿尔伯玛尔公司将支付超过2.18亿美元以解决贪污调查 这将对公司的形象和业务运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后 美国消费者支出在8月份增加 但基本通胀有所放缓 这对美联储来说是好消息 他们希望通胀能够回归正常水平 同时 消费者机构计划禁止将医疗债务列入信用报告 这将有助于那些因医疗费用而苦苦挣扎的人们 获得更好的信贷和工作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要点 我们对这些新闻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分享了我们的观点 现在 我们欢迎观众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六度简报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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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